跳舞好看啊其实就是动作的质感到位 那我们要怎么训练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今天呢我就拿以下这些韩舞里面常见的转化动作为例 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 那虽然下面这些舞蹈里面的转化形态各异 但是归根结底他所考验的基本功呢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变速转化 所以呢我们现在从动作的角度正确的发力方式和动作的节奏三个方向切入来具体的说一下 那喜欢这个视频的请点赞 想要提升舞蹈质感的一定要收藏好了练习哦 首先啊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跨的角度 它一定是朝正前方来做整一个圆圈的 而不是东南西北的各种转 然后跨步经过前面这个位置时 大家喜欢把屁股平平的往前推 但应该是整个骨盆啊往前往上兜 所以一个是往上兜上去 一个是往前推 它们形成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的上身一定要稳定住 在这个垂直的中线上面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腿和膝盖的角度 左边这种啊把膝盖完全锁住 或者就是完全没有锁住的状态都是不对的 OK大家先跟我一起摆一下这个胯在旁边的位置 你可能已经发现问题了啊 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把胯拎得那么高 你却拎不上去 这个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参与肌肉 那这个转胯的动作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腹部和臀部两大肌群的参与 现在大家一起来跟我感受一下 首先是胯部往前往上 我们的腹直肌是从这个位置 缩短缩紧的状态 然后大家摸一下自己的屁股 下面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是紧致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往左边画的时候 我们整个左侧的腹肌继续收短 但是右边呢就是要慢慢拉长了 所以你看我是拉过去的感觉 自己的左边屁股还是紧的收上去 但是右边呢是松的 自己检验一下好吗 我们再重复一下到前面 到旁边整个这个半圈 核心和屁股都是参与的 然后我们看看往后怎么做 我们把胯回到刚刚旁边的位置 然后把左边的屁股肌肉慢慢的放松往后走 慢慢放松 现在到正后的时候 两个屁股应该都是松的 然后从这个松的位置 继续往旁到右边的时候 右边的屁股收紧 所以我们这个后半圈啊 其实就是一个屁股紧 一个松然后交换的另外一个颈 另外一个松松出去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往斜下斜后方的弧线画出来 弧线收右边屁股 弧线收左边屁股 你看我收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准备往前画的动作 松 收的时候看我的腹肌 然后再收腹肌 再收过来 然后屁股又松出去了 收回来 松出去了 所以这个力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下一步的变速能不能做成功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表 我们在做变速的时候 慢的地方是好看的地方 所以是后面这个半弧线的动作 所以我们收的时候路线比较短 然后放的时候路线长 加上速度之后就是快收慢放 所以你看跨在右边 快收慢放的时候 你们要练什么呢 就是练如何让你的这个左边的屁股 慢慢的让它松掉 不是一下松掉 没有控制 这个技能是你们着重要练的 自己的屁股有感觉吗 大家看我的手势 收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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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 快收慢放 快收 慢放 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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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一带而过的转化 既然有那么多的细节 有那么微妙的肌肉控制 需要你去加强训练 所以你想要把舞蹈跳好 还是得寻根润本的去强化你的基本功训练 OK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请别忘了给我点赞分享收藏加关注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学编舞 学跳舞 跟我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 我来的帮个手 字幕就是什么 您看的aves 我来的帮助 我来的帮助